现代男女在交往异性朋友 乃至于随助感情的加深而相互恋爱 以至直到婚嫁时 都必须在不犯淫邪的前提下进行 才能确保个人的节德 受康与幸福 所谓在不犯邪淫的前提下进行 是必须合乎坚守下列各项原则 而且以下各项原则 缺一不可 一 发乎成正 与朋友相处 必须心诚念证 此是一般人做人的原则 交往异性朋友 更需有成正的存心 倘若不成 则是欺骗诈尾 如果不正 便是邪屁歪道 以欺诈邪屁的心态 来交异性朋友 非但不能有圆满的结果 更将陷于色欲邪淫的追逐中 如此以来 双方败得伤结 纵令机缘巧合 彼此结婚 也将因为开始时就缺乏成正之心 而种下婚姻无法幸福长远的苦报 所以必须发乎成正 二 巡礼守结 男女双方在交往的过程中 一言一行 必须巡礼 一举一动 必须守结 巡礼是彼此互相尊重 彼此的人格身心都能受到对方的尊重 也唯有合乎礼犯 才能确保双方的节德不受伤害 礼节做到了 才能正当地交往 未来才会有良好希望的可能 三 衣住端庄 任何人在社交场和公共场所 均需衣住端庄 尤其男女往来 更需如此 因为衣住端正 一则令自己身心端正 不治意乱 二则避免引起他人的瑕疵邪念 不但伤人心得 也亦招来不测之祸 尤其暴露的装扮 更应避免 四 不禁邪的 参加聚会活动 乃至男女双方约会 必须确保不禁邪地的原则 所谓不禁邪地 即是活动或是约会地点 不可有任何色情或变相色情的事况 亦不可进入容易迷惑理智的场所 倘若进入邪地或不当场所 即亦导致心摇神昏 理智受弊 因而节德不保 彼此受害 五 不可挽归 参加聚会或约会 若在夜间 需尽量提早返家 不可挽归 不可随便在异性朋友家过夜 更不可因为时刻已晚 而双方投诉饭店或旅馆 因为以上情况 都容易出现败得伤身的危机 要减少危险 便需提早回家 尽量不可挽归 六 不可以相情愿 勉强对方 男女往来 成为异性朋友 乃至恋爱结婚 都必须双方有相同的意愿 绝不可只因自己喜欢对方 便一厢情愿 地强迫对方 与己为有或恋爱结婚 这种只顾自己 不考虑对方的心态及做法 非但亦使对方遭受伤害 也造成自己心智迷美 苦痛纠缠 纵令千方百计 用尽心机手段 得到所求 也必然得不到长远的家庭幸福 所以双方往来 必须衡量对方的意愿 七 必须适时适当地疏远 在双方往来期间 如果发现对方的内心 已经对自己产生了爱情的成分 但是自己却只是将对方 视为普通朋友 并无谋求结为家庭的爱意 这时自己应向对方婉转地适当表达 在不令对方受到伤害的原则中 视时地疏远 以避免对方遭受长期的内心盼望及痛苦 同理 在来往过程中 如以了解对方并不适合 作为自己的终身伴侣 此刻便需避免走得太近 以免彼此伤害 八 婚前不可失真 不可同居 男女双方 纵使已经感情深志 也绝不可在结婚前 做出失真 同居的事情 一方面结婚前 随时都有可能发生变化 导致婚事未成 另方面 婚前如果不重视真操节德 必然引起对方的互相轻视 婚后也因此不知彼此相近珍惜 亲者家庭争端长期 重者喜心厌旧 婚外偷情 现今社会的离婚比例 愈来愈高 婚姻破散的因素固然许多 但却与婚前失真同居的泛滥 有绝对相关 唯有唤醒社会大众 必须重视真操节德 婚前婚后 男不失德 女不失真 才能避免许多家庭问题 子女问题及社会问题 九 结婚的心态与条件 必须健全 双方到了论及婚嫁时 必须有健全的心态和基本条件 基本条件包括了 一 双方都有组织家庭的共同希望及决心 二 经济状况许可 自信能维持婚后家庭的保暖意识 三 双方的观念能互相沟通 意见能相互宽容 至于健全的心态则包括了 一 必须有从一而中的心态 这是男女双方都必须有的心态 唯有坚定从一而中的心 才能完成婚姻长久 巩固家庭伦理 二 必须有确保婚后家庭和谐幸福的心态 彼此对于家庭的和谐幸福 都需抱住负责任的态度 三 必须有婚后孝敬父母和教养子女的心态 对于父母 要能孝敬 使父母身心能安 生活无余 对于将来的子女 也要能慈爱教养 使子女成长健全 以上六点 是婚前男女应有的考虑 十 必须征求父母的意见及欣然允许 从教义性朋友开始 到恋爱结婚 都必须向父母禀报 并征求父母的意见及欢喜同意 因为父母生育 养育 教育子女成人 这期间 所花的心血及辛劳 是无法计数的 尤其是子母的慈爱付出 点点滴滴 日月相续 更是伟大的难以衡量 所以做人子女的 在交往异性朋友乃至处理终身大事时 一定要兼顾父母的意见 况且父母对人对视的阅历和经验 较为丰富 看法上也比较稳重可靠而长远 年轻男女在交往异性朋友时 可将对方介绍给父母认识 然后征询父母亲的看法 并交换意见 尤其男女双方在感情见身初期时 更需提早获得父母的同意 如果父母认为对方不适合 坚决反对 自己便因冷静理智的思考 并将父母的看法列为重要考虑 此时一方面需有疏远的准备 另方面如果认为对方确实品德优良 忠诚可靠 也可进一步让父母认识对方的优点 男女到了恋爱来往 论及婚嫁时 更需时常仰赖父母的指导及帮助 绝不可独立而行 更不可让父母伤心 年纪太轻者 还不适合谈恋爱论婚嫁 因为心思判断不够理智元熟 出了差错 容易以失足成千古恨 年纪长者 也需处处兼顾百姓孝为先 万不可为了一己的恋爱或婚事 而忤逆双亲 做法上尽量原属理智 婚前婚后 都不为孝道 如此 才是圆满的结局 以上十项原则 是现代男女在交往异性朋友 集论及婚嫁时 所必须遵守的重要原则 除了上述十项以外 其他举凡一切违背伦理及道德结义的言行 也都必须慎重避免 例如不可与有父之夫或有夫之父结为友伴 也不可与完事不公 惯会甜言蜜语者结为朋友 依据许多前人的经验 这两种情形 集损因得 并且迟早必生祸害 总之 青年男女 在交往异性朋友乃至恋爱结婚的事上 都应三思甚重 否则一旦终身受害 将会后悔莫及 难以弥补 只要失时处处 都能叮咛自己的言行与抉择 必须合乎结义道德 相信在婚姻的道路上 即可走的平坦 获得幸福 异性间的朋友来往 恋爱结婚 固然须合乎结义道德 至于同性间的往来交友 也不例外 也必须遵循礼意 坚守节德 尤其更需防范以同性 者产生欲淫的念头及行为 须知 天与地相对 日与月相衬 阴与阳相生 这才是大自然的正理 无论是风如何演变 同性欲仍是违反自然正理 违背结义道德的银邪 须知 夫妻以外的任何异性恋行为 旧遗属银邪 更何况是同性欲乃属无法光明正大 乃属问心有愧的黑暗银行 因此凡事曾经或还在沉迷于此者 应尽速回头 深求忏悔 改过向善 否则 必然终身痛苦受害 甚至或言来是受苦受报 至于未曾犯此者 也应截身自重 避免好奇 避免涉足邪的 避免结交邪友 又家庭中的父母 对待子女需避免过分严厉冷漠 也不可过分溺爱 尤其是前者 容易造成子女走向违反自然的叛逆性人格 因而导致步入同性欲的歧途 须知 唯有正常与温暖的家庭环境 唯有言辞适当合理的家庭教育 才能培养出人格正常健全的子女 为人父母者仍需谨慎 总结本节所述异性间的交友结婚原则 及同性间来往须知 主要是针对借引守德的方面而书 笔者在下笔时 真字卓句 诚惶诚恐 深怕稍有差错 便需承担迁结因果 现在的时代风气 与民国初年以前的旧时社会比较 差异极大 未来的时代社会又将如何演变 令人更难预料 但是 无论时空如何变化 结义道德 乃是人类天生寄居的良知善心 这种光明的良知本心 并不因时的变化而有差异 因此 肯忘十方忍者 都能对结义道德尽力宣导 疲使会欲颓米的社会风气得以消弭 清静光明的人类良知能够发扬 如此 则不但身处社会中的每一分子 都能安居受益 下一代的所有子孙们 也才能获得真正幸福 请慈悲常念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